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呢 春天工作 夏天工作 秋天工作 冬天眼瞅着该风红了 突然被炒鱿鱼重新造工作 说美债闹完 现在开始闹欧债 都是那点欠事 八月份我在西班牙的时候 我们欧洲台台长邵光光博士就说 现在西班牙不少的家庭已经是每天只吃一顿饭了 那当然不是为了减肥啊 有话你也给聊聊这个欧洲的经济 哎 经济呢 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还是吃过鸡精的 这样我就抱着小肚鸡肠精打细算的债主心态来说说 那万恶却又令人嚮往的欧洲生态 欧债危机大战越演越烈 欠下好几屁股债的头号种子碎手希腊已危在旦夕 几轮救命前也填补满爱情海的无底洞 前几天 比辣姐强一点的欧元区另一号种子碎手 意大利也被标普判刑降低 凶多吉少 紧随其后 排队等着被救的还有西班牙 葡萄牙 爱尔兰等等 秉承着同一种货币 同一个梦想 无债一起玩 有债自己还的思想 有传欧盟要把希腊踢出组织 以达到舍族保帅的目的 为防止欧债危机的蔓延 欧盟各国和欧洲央行今年一直充当消防员 四处扑腾 起火没火 再起火 再没火 但看着火势有着向核心国家蔓延的趋势 有道是欧债深深 深极许 不劳而获 千条无宠树 尽管希腊大去年爆发主权战务危机之后 已经是美景扩腰带过日子了 但经济还是越来越差 目前 希腊的总债务高达3600亿欧元 相当于他GDP的150% 所以要想还债啊 在未来的30年内 希腊GDP年均增幅必须达到12% 这是世卫主义伟大祖国都做不到的呀 但是希腊呢 过去几年的GDP增幅多少 仅仅是3.9%这么个个位数 最近几年负增长 你说 以这确实 希腊能不拉息吗 就说希腊的神仙多了 要管太阳 管月亮 管打架 管打杯的 文毒没有管印钞机的呀 您看 出道太早 也不好嘛 说这欧盟兄弟团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可是就着就着发现 哎呀 这个事传染呢 而且希腊要是真忙狠的宣布破产 咱债主们难不成还去拍卖爱情海吗 所以啊 就是有人想对希腊清理门户 那希腊在找到谢力庭之前 肯定是死抱着欧盟的大腿呀 可希腊大仙 这是成也欧盟 败也欧盟 您想想当年 日本二战之后欠下全世界的债 转手呢 日元来个疯狂贬值 原本要还一百 直接便还一分了 老美现在也是啊 狂印钞票 美元贬值 咱手里这点白条 去年能买一奥迪 今年就只能买奥拓了 明年能换一半奥利奥就不错了 希腊可不能这么干 参加了欧元兴趣小组 你就得听组织的话呀 组织给不了你钱 但组织可以帮你拉赞助嘛 于是欧洲列强 把目光抛向了慈善事业 蓬勃发展的China 中国人民对欧美人民 是有深厚的怜悯的 我们一直知道 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 我们的人民赋予幸福 可赋予的我们还在吃地沟油啊 你想想油都被我们撇走了 那他们岂不然用下水道的水来炒菜了 所以该救的救 不该救的也得救 有钱拿钱救 没钱 没 我们会没钱吗 美国打了欠条 我们家里都不够地方割的 我们不知道多有钱 12号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评论 意大利想让中国买他的债券 60年前 共产主义拯救了中国 30年前 资本主义拯救了中国 现在 中国能拯救资本主义吗 我觉得账不能这么算 一百多年前 八国联军还签认了中国呢 现在我们也没去八国峰会掀桌子 咱要是没完没了的雪中送炭 自己啊 就能偷鞋要饭了 而且 郭美美提醒了我们 中国的慈善 还在初期阶段 还不健全 这两国之间啊 更是没有公益 只有利益 救不救你 这得看您自己的表现啊 结果是表现很差 欧洲工业的顶级技术不给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认 不给技术可以理解 那是人家吃饭的手艺啊 小猫叫老虎 还得留一招爬树吧 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这就体现出欧洲人的轴子 你就说你就先点了头 以后该有纠纷 还是可以去WTO投诉的嘛 因为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 和欧洲人做生意 还是比和同胞做生意靠谱的 由此可见啊 咱这肉包子不能再给了 否则他吃完了 还得去咬吕东斌呢 于是乎 世界五大银行 欧洲瑞士 日本英国央行 还有那个美联储 宣布将在年底前 协同执行三次美元流动性招标操作 为欧洲银行业注入美元流动性 太专业了哈 这什么意思呢 冤大头智商变高了 不上钩还谈条件呢 老子们不跟他玩了 金融时报 13号的一篇评论写道 欧洲人选择了一条最没正确的道路 让美国成为军事超级大国 让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而自己呢 成为生活方式的超级大国 如此高的福利 他怎么形成的呢 很简单啊 竞选啊 如果我当选 看病免费 都选他 这边说呢 如果我上位 工资翻倍 他就赢了 反正我就钱 还钱的呢 是下一届内阁 欧洲人呢 不坑地 中坑下一代 就这么样 这戒条啊 越戒越多 谁要感动老百姓的福利啊 立刻就游行 给他拱下台 意大利最近就出状况了嘛 意大利政府八月中旬的时候 公布了重建政府财政的方案 要合并全国两千多个 人口不足一千人的这么个村子们 并且减少财政的补贴 亚平宁中部 一个叫做费莱迪诺的小村 不干了 村长表示 我要脱离意大利独立 我们要发信货币 我们要成立公国 这个小村啊 面积七十八平方公里 也就比北京的二环内面积略大一点点吧 人口不到六百 就在咱们这 关小楼不够分吧 除了福利 欧洲的法律在保护着这些懒人 享受人生 我有一个西班牙开公司的朋友就跟我讲啊 说当地的红人他真的不敢请 也会和他顾虑一个西班牙人 合约是一年 签约第二天宣布 我生病了 一直到合约结束就再没见过这个人 工钱不给呢 还不行 劳工不会要求法院封了你公司 所以欧美怎么说呀 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这个事啊其实连抢都用不着的 所以根除欧洲经济的满脊 不用开会 不用游行 不用央行去传钱 把欧洲人民啊 全都送到中国南方的工厂里 耳濡目染一封人 除了呢崩溃自杀和精神封闭参灭的 男的回去 必是劳魔 女的必当三八红旗手啊 其实本人呢也曾经非常羡慕欧洲人民挥霍无度 逍遥快活的自在生活 但现在看来吃老本真不是长久之计 生命它在于折腾 否则就只有被别人折腾啊 不过这也到给即将不老龄社会的中国提了个醒 我们这个看似鼓鼓的荷包将来能否扛得住给自己人买单呢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去准备 而已然老迈的欧洲 我只能准备一首歌送给他们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东方皇帝 要创造欧洲的幸福 全套你们自己 你们要生产套动过去 让思想告别奢侈 快把那狐狸烧成灰气 让东该造残生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祖人士说自己不是反祖叫复古 在看人们吃的 从自然而来